11月5日15时,中国羽毛球协会在其官网发布公告,称运动员朱俊豪、张宾荣在2019年的国际比赛中违反了世界羽联反赌球及操纵比赛结果法。 世界羽联已经开出罚单,自2021年8月13日开始,禁止二人参加所有相关赛事。 活动二年,中国羽毛球协会表示,完全支持世界羽联的决定,并被二人做出追加处罚,取消朱俊豪、张宾荣第14届全运会的参赛资格。 两年内,禁止参加中国羽毛球协会所有的赛事。 活动,中国羽毛球协会还表态,要坚决杜绝假球、赌球和操纵比赛等违规违纪行为。 朱俊豪是双打运动员,曾代表国语,参加201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。 2016年世青赛,朱俊豪周超敏的混双进入16强。 2018年全国羽毛球冠军赛,朱俊豪陈操进入了男双4强。 2019年3月,朱俊豪参加了法国羽毛球大师赛。 混双和男双均止步于资格赛。 张兵荣2019年3月,参加了中国灵水羽毛球大师赛。 他搭档许恒专义,在男双32进16的比赛,输给了笛子健王场。 陶田贤斗,在世界羽团,球员射赌早已有案例,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 现在的男单世界第一,日本名将陶田贤斗, 曾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间,被前辈田儿贤一带到非法赌场。 前后6次,共输掉大约50万日元,约3万元人民币。 2016年4月,日本与协重罚陶田贤斗, 开除出国家队,不派他参加里约奥运会, 无限期停赛,即追缴180万元罚款。